好 后学继续回答其他的问题 请问什么叫做最天命名师呢 应该如何定义 天命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到场发明 既有个定义 展开来讲 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谓名师啊 讲的就是我们的师尊师母 那么师尊师母他口中的名师呢 是我们的祖师 弥勒祖师 他们也说他们是替老师办事 师尊师母也说他们替老师办 而名师是师尊师母 再下来呢 我们的前人点传师 我们也称他是名师 但他只是代替名师点传 点道传道的 所以我们又称点传师 我们不说他是名师 因为他呢 不见得很明了一切的道理 所以名师呢 一方面他可以让众生名道 因为他点传嘛 他一方面他点道传道 点呢 点开你的玄关 让你的自信良心做主 传呢 传你性理心法 传你三宝 传你性理心法 让你呢 从此以后永远不在良心 不在弥媚 可以永远地战胜你这个贪心 自欺人的心 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佛萨 这是点传 那么名师呢 师尊师母 还有弥勒主持 他非但点传 而且他还明了 他任理归真 他还明了一切的道理 他不会迷惑 所以他是名师 所以说点传师呢 他是代表名师的 代表老师 代表名师来传道 但他不见得明 所以我们不能称点传师是名师 我们只能称点传师是点传师 这给自己常常告诉你 他为什么称名师呢 因为一方面他自己明 他所有的道理都明了 他不会走在黑暗的路上 第二个他可以让众生明 他可以让众生离开黑暗 离开罪恶 离开堕落 他可以让众生走向光明 所以叫明师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能力呢 因为他有天命 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人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自己明了一切 又可以让别人明白 让别人明道 让别人明心见性 也这样的说 明心见性 自己明心见性 也可以让别人明心见性 然后大家一起走向同伙之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天命 然后就讲到什么是天命呢 天命是很难解释 因为天命就是道 所以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天命之道 道是不是可以解释的心 道是很难解释清楚 横看成功 侧看成灵 你像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白玉经里面讲 好像瞎子摸象一样 你这个摸的是象腿 你觉得像 就是象柱子一样 摸的是象尾巴 你觉得这个大象就像个哨把 一样啊 每个人对天命的解释 就像对道的解释一样 更有故事 每个人所看到的 因为天命是道 天命就是道 我们明师 他有天命 天命是道 因为他有道 所以他自己明了 他还可以让别人明了 天命就是道 道是什么呢 道可以让一个人 明心见性 让他本来的良心流露出来 道的作用就在这里 道可以让一个 沉迷在生死苦海 痛苦罪恶之中的众生 他的良心流露出来 他的本心流露出来 他的活性流露出来 天命之未情 好 天命要解释起来 刚才后学讲的 不管你用多少言识 都无法解释得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对天命的认识呢 这样就好 单纯一点 这是让你见识本心 这是让你见识本心 而明师一指 就代表天命的全体流露 因为明师一指 可以让你当下见识本性 让你的本性流露出光芒出来 让你的良心开始做主宅 所以明师一指就是天命的具体流露 天命无形无相 天命你不知道怎么去捉摸 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但是我们要勉强去形容的话 明师一指就是天命的具体流露 当明师的那根指头 或向你悬观的时候 不是明师的那根指头就是天命 而是当明师指向你悬观的时候 内刹那天命具体流露 因为内刹那里的佛性流露 所以天命之卫性 这就是天命具体的流露 这就是天命 当明师的指尖 破向你悬观的时候 在传道的仪式中 不是我们简单师平白无故 向你悬观 那就是天命 当明师的宗旨先头 在传道的过程之中 一步一步的破进去 直到最后呢 你向你悬观 点开你的自信 在这一刹那 你的佛性流露出来了 天命之卫性 这个时候呢 天命具体流露出来 再下来的功夫呢 就是中日炼神光的功夫 也就是率性之卫道的功夫 但是一般道场中呢 对天命的解释错误 往往把天命解释成为什么 上天的命令 命呢 就是一文解译 命当然就是命令 而天呢 就是上天 谁代表上天呢 老母 所以就是老母的命令 所以一个无形无相的 一个让你犹如本性的天命 恶是变得有形有相的 变成一道命令 变成一道命令 命令的话叫落入言说 那不是 不是天命 落入言说文字 你命令也许透过沙盘 用文字表示 也许透过嘴巴 用言语来表示 凡是落入语言文字的 那离道远 那都是诸道之缘 那都是诸道之缘 所以说 同时讲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天命是那个不可言说的 可以让你率性的 可以让你活性流露的 那就天命 怎么样呢 明师一指当下 一个天命的具体流露 君子有三位 他尊敬这个 尊敬这个 他很敬畏 这是第一个 他尊敬天命 第二个呢 他为是大的 他为什么 收行很好的人 他为的是哪一种人呢 就是你得道以后 可以诚心报仇 可以行功了愿的人 以我们道场中的说法 能够诚心报仇 能够实心忏悔 能够量力而为 能够照着四条大愿走的人 这种叫做大的 君子敬畏这个第二个人 第三个才讲到圣人之言 君子有三位 第三位是什么呢 他敬畏圣人之言 圣人所说的话 圣人说的话就是一种命 他告诉你 你该这么做 你该那么做 而我敬畏他 我尊重他 他告诉我 该这么做没有错 所以我们一般人 把天命解释成为什么 圣人之言 先佛说的话 简传师说的话 前人说的话 这叫做圣人之言 不是天命 而且我们还要呢 考量一下 他是不是圣人 他是圣人 还算是圣人之言 一般人认为说 上面说的话就是天命 老母说的话是天命 再下来一层一层 层层结智下来 他们说的话就是天命 他们说的话 他们下达的命令叫做天命 这种说法呢 说也天命 这个叫做圣人之言 这不是天命 这不是天命 自古以来 所有一切的经典中 没有这样解释天命 天命这两个字不是 就是我们道场发明 天命这两个字有既有的定义 有既有的定义 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解释 不能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命令 这是我们对天命名师的一个解释 再下一个问题 请问怎样修养到爱你自己的敌人 这个问题是哪一位造型的问题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都有冤心在主 有很多人我们看了就讨厌 得罪过自己的 和自己相处得很不愉快的 有很多种摩擦的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敌人 那么还要爱你自己的仇敌 这是耶稣讲的 你要爱你的仇敌 要怎么样去爱你自己的敌人 要想要爱自己的敌人 那是最后的功夫 我们第一步 要先能够爱自己的亲人 你要能够爱自己的亲人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你还要能够爱一般的众生 爱你的朋友 从亲人到朋友 从朋友呢 到一般的众生 最后才谈得到爱你的敌人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话 一般人呢 只爱自己 只当被自己感动的流泪 只当觉得自己受尽了委屈 自己很彷徨 很迷媚 自己很可怜 自爱自恋的人非常 所以爱自己的心呢 能够扩充成为爱亲人的心 再进一步往外扩充了 慢慢才能够爱自己的敌人 所以先从 先从爱自己的泉窝里面增拖出来 这是第一步 再开始爱亲人 慢慢扩散他 然后扩散到什么 不恨自己的敌人 那就不错了 你要爱自己的敌人 那是佛才做得到 要不恨自己的敌人就不错了 我们不要去恨他 因为你恨他的话 你心中起怨恨心 你心里要这样讲 我们心中起怨恨心 那么来世必做毒蛇 毒蛇是怎么来的 毒蛇因为心里有怨恨心 那么你下辈子就会做毒蛇 做毒蛇那不是他更高兴了 你的仇人如果知道说 你因为恨他而做了毒蛇 那他真的鼓掌成坏 太好了 活该 谁叫你心那么坏 所以说你不要去恨他 要想不做毒蛇的话 不要恨人 从爱自己的这种游窩 挣脱出来 慢慢慢慢慢慢扩出去 自然有一天你会爱自己的敌人 爱自己的敌人 爱自己的敌人 不是爱他 对你的种种的仇恨的事情 不是 这个人明明整天辱骂我 我还要爱他 对我辱骂的言辞 哎呀你说得真好 你骂得真好 这是错误的 你爱他是爱他那个善良的本性 你要相信 虽然是你的仇集 但是呢 他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要相信 他一样有一颗善良的心 可是我跟他的缘分不够 缘分不好 或是呢 他本身因为环境的问题 因为环境的问题 造成他痒了很多坏毛病 坏脾气 所以这个人看来就炒烟 他一出口就三字经 所以愿意出口就三字经了 因为他从小说的环境钓鱼都不好 所以应该从这种角度来看这个人 所以说他今天才会这个样子 才会变得这么快 好 时间也快到了 那么我们先下课 问题还没有解答的呢 我们留下来继续 继续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